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米布玛 今天又是我们的杂谈时间 最近几年呢 隔三差五就会爆出一则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的消息 前阵子被预测说 可能会在3月11日撞击地球的2005ED224还没飞过来呢 3月8日美国宇航局就又表示 2046年的情人节 一颗叫做2023DW的小行星 有极小概率会撞向地球 对于这种消息吧 部分网友表示已经看麻了 而另一部分网友则希望赶紧的毁灭吧 毕竟在电影中 行星撞地球带来的毁灭往往是无痛顺发 所有人一起迎接末日倒也不算可怕了 不过根据目前的观测 该小行星撞向地球的概率 仅在625分之1到560分之1 而且呢 它的直径只有50米左右 就算真飞过来了 大概率也会湮灭在大气中 除非它飞过来的角度特别好 事实上 每年都有无数大小天体 以及天体碎片往地球飞 但大部分飞到半路就被木星勾搭走了 剩下的呢 小的几乎飞不过大气层 成功突破大气的 基本也都落到了海洋或是无人区 有研究称 要想对地球生态造成毁灭性破坏 那小行星的直径 至少得在1000米以上 所以目前看来 小行星毁灭世界的概率 比一夜暴富还要低 当然啦 凡事都不能说的那么就对 万一真就有一颗小行星 既没被木星勉力吸走 又找到了合适的角度冲入大气 而且没落入海洋或是无人区 那它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毕竟在上世纪初 就有这样一颗小行星 突破层层阻碍 成功抵达地球 虽说幸运的没落到人口密集处 但还是给目击者们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甚至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神秘传说 通古斯大爆炸 这里也提前说一下 或许有人会觉得 就这样将该事件的起因归为行星撞击 有时偏颇 毕竟该说法只是科学界的普遍认为 而普遍又不是一定 的确关于通古斯大爆炸的猜想 从上世纪到现在一共有几十种 但根据现有资料 小行星撞击确实是 其中理由最充分的一个 其他有依据的猜想 我也会在视频后面整理出来 请大家友好讨论 1908年6月30日早上 东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 有人看到一道蓝色的光自天空划过 它极为炫目 几乎和太阳一样亮 然而随着它逐渐靠近地平线 光亮也游蓝转红 大概十分钟左右 正在观看这场奇景的人们 忽然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甚至有人直接被气流掀翻在地 哪怕是200公里外的城镇 都感觉到了强烈震斗 很多居民一度以为是末日降临了 好在人们预想中的恐怖场景 并没有到来 不过之后的一段时间 事故发生地附近强风 异小震动 灰云等异常现象持续发生 过了好一阵子 它们才彻底消失 按理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该有研究人员前往调查吧 但遗憾的是 有关这起事故的研究 十多年后才正式开始 究其原因 主要是和爆炸发生的地点 以及当时俄罗斯的国情有关 此次爆炸的中心 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河附近 那里人烟稀少 官方报道称没有人烟爆炸本身死亡 但有一位牧人 被爆炸产生的气流先飞 撞上树身亡 由于地处偏僻 伤亡人数极少 也就没能引起重视 再者 20世纪初期 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 正处于动荡时期 根本也没有赋予时间 去研究科学问题 直到俄罗斯帝国 变成了俄罗斯素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 才陆续有学者关注这起爆炸 但事实证明 为时已晚 很多线索都已经被时间蚕食 1927年 俄罗斯矿物学家库里克 带领科学考察队 前往了爆炸现场 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 那就是希望能找到撞击坑 没错 在调查开始之前 库里克等地质学家 就几乎认定了 这场爆炸是天体撞击导致的 依据是附近居民 对爆炸发生前后的描述 天空划过的蓝光和火球 巨大的冲击波 连续多日的异常天象 这些都驱使着他们 往天体撞击的方面想 然而令库里克等人意外的是 爆炸发生地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大坑 只有一片烧焦的树木 这些树木自中心向边缘 呈放射行道下 形状像一只镇翅的蝴蝶 但奇怪的是 少数靠近爆炸中心的树 竟然没有倒塌 仅是被拖去了树枝和树皮 正是因为这一奇特现象 后来才有了通古斯大爆炸 其实是天然气爆炸这种猜测 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因为眼下 库里克等人还没有放弃 寻找天体撞击的证据 既然找不到坑 那就找碎片 这么大的爆炸 总不能一点残留物都没有吧 诶 还真就没有 不管是地面 还是水坑里 都没能找到天体碎片 库里克又猜测 残留物或许是被柔软的沼泽吸进去了 但在抽空了一个沼泽坑后 它一无所获 如此规模的爆炸 没坑 没有残留物 可又有很多人表示 自己看到了蓝光和火球 再加上爆炸地附近 树木都呈放射型倒下 中心却又有少数几颗没倒 这么多的问题累在一起 让通古斯大爆炸的起因变得扑朔迷离 这才出现了后续的几十种猜想 先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通古斯大爆炸 其实是天然气爆炸这个说法 该想法的支持者认为 此次天然气爆炸是地震引起的 而之所以会有这种猜测呢 是因为爆炸发生后 地面没有留下圆形的撞击坑 而是形成了一个椭圆偏长条形的七颗湖 而地震形成的断裂带就是长条形的 除此之外爆炸中心的树没倒 但周围的树却倒了 这也符合气体爆炸的特点 再加上西伯利亚沼泽多 天然气负雨 这样综合下来 很有可能就是地震导致的天然气爆炸 可如果真是这样 目击者看到的蓝光和火球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1930年时 有一位英国科学家又提出了 彗星撞击说 他认为这颗彗星是由尘埃 以及冰水冻结的气体等 可挥发物形成的 一旦落地后爆炸 组成物质就都挥发了 我们自然什么都找不到 而且在爆炸发生后的几个晚上 欧亚大陆的一些地方都出现了明亮的夜空 这很有可能就是彗星在大气中残留的尘埃与挥发物导致的 就此说法 后来又有科学家提出 撞击地球的不是彗星 而是一个彗星碎片 不过在1983年时 另一位天文学家专门发表论文 对该猜想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如果真是尘埃与挥发物构成的 彗星碎片撞向地球 那进入大气之后不久就该解体了 但这个天体碎片明显已经深入 害怕25000米以下的大气 这样看来 天然气爆炸和彗星撞击 这两种猜想都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看 目前科学界普遍认可的小行星撞击说 虽然我们刚说过 互里克等人并没有在爆炸中心 找到撞击坑和天体碎片 但随着科技发展 后来的探险队的确在附近土壤中 发现了一些磁铁矿球 以及一些稀有矿物 比如说鹅和鹅 这些元素通常存在于小行星中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被检测到的稀有物质 还有一个证据能佐证 小行星是这场爆炸的起因 那就是这场爆炸的规模 其实也有人提出过 会不会这种爆炸不是自然原因形成的 而是人为的呢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 无法计算具体数据 但预估下来这场爆炸释放出的能量 相当于1000万到2000万吨天体炸药 是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左右 可是那个时候 原子弹和氢弹还没有研究出来 所以想以人力造成如此规模的爆炸 是十分困难的 说到这里再插一句 特斯拉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那个交流店之父的特斯拉 甚至有人怀疑过 是特斯拉做什么大型实验 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当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证据 那么能造成如此规模爆炸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小行星了 总之 综合以上这些调查结果 通古斯大爆炸的元凶 最有可能还是小行星 那么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找不到坑呢 20世纪60年代 科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用火柴和铁丝 做了一个森林模型 以此来模仿爆炸中心的那一片森林 之后再用炸药自上而下地去炸 最后证实 如果炸药以一种特殊角度接近 并在半空发生爆炸 是有可能造成蝴蝶形状的倒塌的 而如果爆炸的冲击波垂直 正下方的树木就有可能不会倒 如此既满足了有爆炸没有坑的前提 又符合树木倒塌的规律 那么总结下来 许多科学家便认为 通古斯大爆炸 可能是一颗直径50到65米的小行星 穿过大气时储存了太多热量 在半空中爆炸导致的 但该手法同样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爆炸后的碎片都去哪了 可能就是因为 不管哪种猜想都会有问题 无法解释 所以有关通古斯大爆炸起因的说法 到现在还在不断更新 2020年的时候 皇家天文学会月刊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那就是通古斯大爆炸 可能是一颗铁涅小行星 在地球大气中打了一个水漂导致的 简单概括一下这个过程 就是一颗直径100到200米的小行星 以超过11.2千米每秒的速度 冲入地球大气 从大气层中掠过时 它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 从而造成通古斯大爆炸 但是这颗小行星并没有撞向地面 而是在11千米左右的高空 被弹回直接飞回了宇宙 看起来就像是在地球大气打了一个水漂 这个原理可以参考中国科学院天文台的说法 就是大气从太空到地面会越来越稠 在一定条件下 大气层是可以看作一个水面的 所以只要入射角度合适 就有可能出现大水漂现象 如此就能解释 为什么爆炸地点没有撞击坑和天体碎片的问题 不过这种猜想能不能符合树木倒塌的规律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然了 不管是哪一种猜测 支撑这些猜测的证据 也都只是些间接证据 或许这些想法中有一个就是真相 但只要没有实质性证据 就无法对其进行拍板定论 不过通古斯大爆炸流传到现在 其意义早已不局限于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而是它的发生 让科学家们更加关注那些天外来客 将监测天体撞击风险 以及研究阻止天体撞击的方法提上日程 毕竟地球在漫长历史中 曾多次面临这些天体的考验 未来它们是否会再次撞过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fans 咱们下期再见